第909集 准备抓捕楚阳 陈家是第三家走人 陈家也算是悲剧到了极点了 他们省下了一大笔开支 贿赂楚阳的开支 只是派人密切注意其他几家 所有人员整装待发 义游行动立即跟上 所以在苦心筹谋之下 终于紧赶慢赶的赶上这次大损失 另外几家还有个楚阳能够有理由被找麻烦 可以揪住猛打一顿出出气 陈家却是连这样的借口都没有 只好泱泱走人 十家十经率先发难 以老卖老的破口大骂 一群的猪脑子 做事就他妈不动哪扰金 一个个脑子里头装的都是豆腐渣子 我操你们的祖宗 就算我们十家人都是石头脑袋 想不过来 可你们几家都跟我们姓石了不成 他妈的 那怎么还是一家子 萧瑟于夜地脸色发黑 十经这个混蛋分明就是借题发挥 他哪里是在骂自己家的人 分明就是纸丧骂怀 这货刚才在法罪那里分配任务 吃了暗亏 果然现在就发作了出来 凌峰云怒道 闭嘴 你这老货要是不想变成一堆死石头 就带着你的人滚蛋 老子一肚皮郁闷 你别惹我烦 十经跳脚大骂 你啥意思 萧瑟冷沉沉地上前一步 大家都死了人了 不如各自处理后事 十经 你心里不痛快 大家心里谁都不痛快 真要是惹毛了 老哥几个一起揍你 萧瑟这几句话 说得极有水平 虽然是教训十经 却在无意之中将众人的关系 再往一起拉了一下 十经缩了缩脖子 惹不起老子还躲不起吗 说完就带着人扬长而去 随后众人轻点损失 越是轻点 越是一个个面目阴沉的 要滴出水来 叶家死亡73人 其中有一位一品之尊 三位圣级九品 十一位圣级八品 十七位圣级七品 五位圣级六品 其他都是圣级四五品的 其中还包括年轻一辈的二号人物 叶世锋 叶世锋死在萧家手下 这73人中 有40亿人是被萧家杀死 死在林家手里的 七个 死在兰家手里的 十二个 死在陈家手里的 两个 死在丽家手中六个 死在石家手里的 三个 死在叶家手里 两个 叶帝覆手而立 目光闪动 你们也要给我一个说法 放屁 萧色第一个跳起来 我们萧家死了67个人 其中有50多人死在你们叶家人手里 连年轻一辈的第五少爷都死了 还是你们叶家先下的杀手 谁给老子说法 林峰云冷哼一声 我们林家死在你们叶家手里的也不在少数 老夫还想要个说法 叶青筹淡淡一笑 我们叶家的血债可有不少呢 叶帝不然大怒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叶家底派 你们来到这做什么了 死了 哼 死了是活该 竟然还想要说法 好命 众位老祖争吵一番 个子争得脸红脖子粗 人人都是冤屈难伸 个个都是义愤天鹰 但相持不下 谁也说服不了谁 越说越激烈 身后各大家族中 一个个两眼含泪 收拾着长辈的遗骨 浑身杀气腾腾 眼看着大战就要再度掀起 看到情况有些不妙 有些失控的样子 叶帝皱起眉头 干脆说道 现在只有我们几个 说来说去也没有意义 这样吧 抽个机会 我们武家在这儿 这件事情跟陈家丽家诸葛家关系不大 兰家已经死没了 等会儿找找兰木雪 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再找个机会 把那个楚阳抓来 六堂会审 先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再说其他的 至于各家的损失 我们在六堂会审之后 拟出个章程来 各家必须负责赔偿 我这个提议怎么样啊 叶帝 微棱四射的看着众位老祖 好 就先将那个什么楚阳抓来再说 反正大家家大业大 谁也跑不了 萧瑟率先赞成 其他人虽然心中不服 目前却也只有先这么办 萧家与叶家的仇怨越结越深 但是却始终没有大规模爆发 其根源就在叶帝和萧瑟身上 这两个人当年乃是好友 穿一条裤子的 要是没有这两位老祖的交情 恐怕两家早就已经血流成河了 如今虽然两家都是血债累累 但是叶帝提出了一个方案 萧瑟还是第一个敲鞭鼓赞成 这就可以说明两人的关系实在是非同一般 叶青愁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其实咱们损失虽然多 但比起兰家来 实在是小屋见大屋不值一提啊 兰木雪这个老混蛋偷鸡不成十八米 此刻要是活着 想必会郁闷得很啊 众位二组顿时都兴贼乐化的哈哈大笑起来 场中气氛为之一环 兰木雪是不会死的 兰家最后两位高阶至尊 风月都放走了 怎么会杀兰木雪呢 不过兰木雪这次要吃很大的苦头 确实可以预期的 凌风云道 恭喜叶雄 少了一家强烈的竞争对手 那圣族长老 哈哈哈哈 叶帝脸色一沉 有你们灵家 也不寂寞 凌风云大笑 众人商量完毕 各自带着家族子弟收拾 准备离去 满地的雪屋 众人都是一心的惆怅 叶帝沉默了一会儿 今晚上先收拾收拾 明日清晨 抓捕楚阳 六堂会人 众人正在商议 突然间远方的天际 传来轰然一声爆响 紧接着就见到一团巨大的蘑菇云 腾痛而起 整片天空有无数的地方 噼噼啪啪的出现一道道漆黑的裂纹 很显然 法尊与不留情已经动起手来 叶帝等人神色慎重的注目远方 脸上神色复杂 法尊与不留情这种境界 乃是这几个人梦寐以求 但却始终还没有达到的境界 远方轰隆隆的声音 不觉的响起 烧情 只见半空中电光一闪 将整片天空斩成了两半 这道电光似乎又将青天与大地连接起了一半 气势之恢弘 简直无与伦比 刘青剑 不留情出手了 众人一阵震惊 夜地萧瑟二人脸色正重 看到这一剑 二人同时想到一件事 若是不留情这一剑呢 是攻击自己 两人对望一眼 均看到对方眼中的战力 大家都回去吧 也不要想着去观战了 这种层次的战斗 我们看了打击信心的 灵风云哈哈一笑 众位二族也笑起来 只是脸色都很勉强 众人正要走呢 却突然觉得整个大地震惨了一下 亥然极目望去 只见剑光如同连环闪电 密密麻麻的一道又一道在空中闪现 照射的连这边也如同白昼一般 而剑光对面 竟然有一座山峰在漂浮 整座山峰都被当作大锤 狠狠的一锤一锤向着剑光猛然砸序 是法尊大人 法尊的法天相帝神功啊 众人倒抽一口冷气 抓起一座山峰扔出去 在场众人都能做到 但是抓起一座大山砸下去 没有揍弓 居然又收回来再砸下去 这需要的力量 乃是搬起一座大山的力量的百倍以上 而法尊居然连续的砸着 可以清晰的看到 一直在这座山整个的化成了粉末之后 不留情的剑光仍然在半空 整个天气城的上空 飘起了细细的石墨灰尘 变得灰蒙蒙起来 看到这一幕 众位二组都不约而同的叹了口气 一时间都失去了言语 在不留情与法尊离去的时候 一到白影用一种直接看不到的速度 一闪身就到了数百丈外楚阳和吴倩倩藏身之处 看够了没 走了 白影一手抓住一个 随后另一只手在空中一滑 吃了一手 楚阳和吴倩倩就看到面前的空间 如同一块破布一般被硬生生的拉开 在这块被拉开的破布之中 山川河流建筑都像猛然快进一般 在迎面迅速的奔走而来 接着消失 随后 紫邪青拎着两人猛的一步跨出 这一步 就像是跨越了生死 跨越了幽冥 一步出去之后 楚阳和吴倩倩赫然发现 竟然已经从天机城里 到了一片荒郊野岭之外 撕裂空间一步千里 楚阳猛的抽了口冷气 他知道紫邪情很强 却绝对不知道紫邪情居然能够做到这一步 还能够撕裂空间一步千里 错了 紫邪情淡淡说道 这个地方距离天机城有两千七百里 楚阳顿时实话 里边的吴倩倩如同做梦一般 看着紫邪情脑袋一阵阵的发懵 吴倩倩自从跟随楚阳 看惯了王朝更替 也见惯了残酷 更看淡了生死 看透人生 也经受过了震撼 自从败入月灵雪和风雨柔门下 吴倩倩就更加是大大的见了世面 按说到了这种地步 一般的事情根本不会引起吴倩倩震惊 也不会打破她的平衡心境 但是这一刻 她真的是目瞪口呆 只觉得天旋地转 万万想不到 那天跟自己亲切谈话的子姐姐 居然拥有如此恐怖的修为 将整个空间就像撕裂一块破布一般撕开 带着两个人一步跨越了两千七百里 这是什么概念 吴倩倩不知道 但她却知道 恐怕自己两位师父合力再乘以时 也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这么说 这位子姐姐 岂不才是真正的这九重天的天下第一吗 吴倩倩张着俏丽的小嘴 两久才和尚 原来子姐姐才是九重天真正的第一人 她终于还是将这句话说了出来 实在是如耿在喉 不土不快 错了 子邪情淡淡说道 我不是九重天的第一人 而应该是 在九重天这个世界之外 方圆七千万里所有未面 我都是第一 楚洋与吴倩倩同时选运 这里乃是最僻静 也是人烟最少的地方 乃是最适合两位至尊决战之地 一会儿我用原理护着你们 过去亲眼看看这种层次的高手之战 她定定的看着楚洋 这对你们的未来成就大有好处 而且这种势均力敌的高手之战 最是难得 你要好好地参舞 楚洋与吴倩倩严肃点头 不用她说 两人也知道这次机会是多么难得 法尊与不留情之战 那绝对是九重天巅峰之战 其中可以获得的好处 甚至比宁天涯与不留情一战还要多 因为宁天涯与不留情之战 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法尊与不留情 确实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这种大战 层次接得很近的 反而不敢看 因为他们正在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这次一看之后 反而会留下一个永远不能超越的阴影 那可就真晚了 所以这种层次的战斗 他们看了会打击信心 但是楚阳和吴倩倩现在距离这种境界天差地远 他们看了反而不会觉得有什么 第909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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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